大家好,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9号星期间,我们就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儿。 这不是马上就圣诞节了吗? 然后这边有的时候到这个年底,大家都会互相送点礼物,道个祝福什么的。 那如果你是老板,一般的给员工发点大米,这是非常常见的,或者是圣诞礼盒。 里面反正有的时候有什么红酒啊,什么这个衣面啊,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吧。 表达一个新年圣诞的一个祝福。 但这东西吧,都是自愿的,没有说强要的,对吧? 你强要呢,这东西就是怎么讲呢? 就有点让人不舒服,特别是那种,对吧? 蹬鼻子上脸,得了过台想上抗的那种,就更让人恶心了。 这话怎么讲呢? 前天晚上的时候,我出去继续卖那个手工制品啊,那个手机套啊,这个腰链啊什么啊。 我刚出去大概十分钟吧,我就收到了我们这边一个菲律宾邻居的一个, message,干嘛呢? 就是问我说,Sir,说你是出门了吗? 你说这个,我也不会多想什么啊? 我说是,我出去了。 然后他又问说,你们是全家都出去了吗? 我说对啊,然后他又来一句说,你们真的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吗? 他问到这儿我就有点小心慌了,为什么? 这正常人不这么问话啊,对吧? 我们全家一个人都不在家,一个人都没有了在家。 那你是来我们家偷东西吗? 我就觉得有点小心慌啊,我觉得是他妈让他惦记上了。 但是我也没多说别的,没多想,反正我就不回复他了。 因为我还连他有自己的事干嘛,还得招待这个路过的这个客人。 大概有半个小时吧,他看我没回,他又来了一句说,Sir,他是这样的。 他说那个,我妈看上你的那个手机套了,这马上圣诞节了,你能送我一个当圣诞礼物吗? 其实啊,我跟他不是很熟,真的不是很熟,对吧? 你上来就直接要圣诞礼物啊,连个客套话都没有,这真的是让我觉得他他妈直接了,是吧? 有点直接怼我脸上了都。 但是呢,咱呢还是就是讲点人情的,既然是邻居嘛,你也说话这么直要到了,那就算了,对吧? 第二天早上,也就是昨天早上,我呢就去他们家了。 那正好呢路过一个小卖部,我也没吃早点啊,我就买了两盒牛水啊,有朋友问我说,牛水是什么啊? 就是兑了水的牛奶嘛,牛水嘛,对吧? 那个真正的牛奶都一般都是要兑水的,是吧? 然后所以我都管它叫牛水,买了两下盒牛水,当早点了。 到他们家以后呢,这个手一套就给他了,他还挺高兴的,我呢,也还行吧,就是地产早上嘛,然后心情也挺愉悦的。 虽然刮台风吧,但是那个心情还是挺美丽的,东西就给他了。 那烙,就是聊两句呗,对吧? 然后呢,我呢就边聊,因为我没吃早点,我就把牛奶打开了,插上吸管,喝两口。 你说现在这个菲律宾这个很多饮料啊,包括这个星马克啊,能不能很多这种的这种的这种地方吧? 给那吸管都是指的,我能理解啊,这是为了环保。 咱问题是这破玩意儿,就是真的,你要不是五秒钟十秒钟做完,对吧? 那个水一泡,或者饮料一泡,妈的,就没法用了,这个东西,烂了,你知道吗? 所以呢,我那牛奶呢,我边喝边跟人聊嘛,就大概有个七八分钟以后,我再吊这吸管,就烂了,做不上来了。 然后呢,我就想着,前几天呢,这个,呃,我,就是他托我啊,去这个City Mall的时候啊,帮他买两排这个,呃,养乐多啊,当地人叫养乐,养乐多啊,养乐多啊,养乐多啊,买了养乐多,我就买了,那个,就给他买了两排嘛,不是,然后呢,我给他抓了一把吸管,比他那个十个养乐多可能还得多,大概有二十个吸管吧,哎,给他拿回来的。 然后呢,我一想,哎呀,我前几天给他多拿点吸管,我跟他要个吸管呗,对吧,塑料的。 哎,我张嘴一样,你猜人大哥说什么,说,Sir,你上次给我那吸管,我现在就剩一个了,我得自己用。 卧槽,我听话真牛逼,嘿,那他们吸管是我给你的好不好,然后呢,我现在借用一个,对吧,虽然是给你了,但是我现在借用一个,怎么着你的,紧着我用一下吧,就按照正常的人情来说,对不对。 他居然跟我说,我给了,他已经是他了,他已经是他的了,现在只剩一个了,所以不能给我了。 卧槽,当时,哎呦,卧槽,当时刚喝下他牛奶,我差点没吐出来,有这样的人呢,卧槽,这么臭不要脸,对吧。 哎,好,你找我要的东西,然后呢,现在我需要借用一下,这就不行了,卧槽,这就别看,真的。 我有的时候常说,别看费民人40岁了,啊,那心智啊,就跟六七岁小孩,七八岁小孩似的,就是,给自己要东西,都可以,对吧,然后要完之后,啊,然后你跟他讲个什么事,卧槽,那就不干了,啊,那就不干了,啊,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,啊,哎,得了,就跟大家先得不到这儿吧,你们再继续扯断费民的事。